大家好,我是奈斯 今天带大家来到Albert Park 可以说是我政治生涯梦开始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当时在16年的时候 在奥克兰有很多留学生被攻击 那其实当时我们以学生会 我们开始了一个公共会议 让大家能够更关注留学生的健康 以及安全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学会了很多 不仅是如何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公园里 能够提高更高的照明 以及一个CCTV的摄像系统 还如何去改写一部法案 可是更多我发现 就是只要我们华人发生的时候 这个不仅是能够造福 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社区 而是能够真正让纽西兰 变成一个更好更多元化 而且更平衡发展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